早安 今天的原來生活很快樂 直播室的還有程凱欣 但除了我之外 還有我身旁這位嘉賓 最近也有來自國際教育認證聯盟的成員 最近也是美容界 香港美容業總會執行委員會的主席 他兼設自己也有一家學校 就是法國專業美容學院的校長 陳秀儀小姐 Angela 你好 早安 Angela 你好 見到美人就知道 從事這個行業當然是自己是版 我想問Angela 我知道你辦這間學校或加入這個行業都有一段時間 先說給聽眾聽聽 最初的時候為什麼你會加入美容業 其實我加入了美容培訓 至今已經做了20年了 最主要是因為我看到行業有專業 但要培訓到人有一系列的專業 當時我自己覺得可以嘗試把我的專長和其他人分享 所以膽粗粗就由助教開始做的 直到現在的校長 現在你本身的學校有多少學生 現在我們學校因為疫情的影響 其實真的大幅減少了很多 全盛時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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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可以去到有幾百個學生 其實這麼多以來 我們要看看我們有多少個課程 很難說是有多少個學生 我們不是一個中學 不是中學小學 我們現在有多少個學生 我們要看看我們隨著那個時代 隨著那個疫情各樣東西 我們是推出不同的課程 基本上我們很多個課程都很受歡迎 我聽到法國兩個字 總是覺得提升了 我想問一下Angela 這間學校本身叫做法國專業美容學院 這間的美容學院 和坊間有很多其他美容學校 你有什麼最大的分別呢 其實我們學校是屬於一個很出名的國際品牌 英格麥兒 我相信很多人都聽到我 聽到我的名字 很優秀 我已經聽到 很優秀 像貴族一樣 其實我們暫時 全香港的英格麥兒媒體是最多的 我們有醫學美容 有生活美容 也有醫療 除了跟化妝或美容品牌有關係之外 裡面的課程有什麼特色呢 我知道因為這些月份 七、八月 都是一些考試的同學畢業 升學是其中一個出路 除了升學之外 有些朋友都可能覺得 我都很想爭取一些工作經驗 或者我對於扮靚 自己就很喜歡扮靚 很多學生就是這樣 沒錯 那什麼人適合加妞的行業 和課程是包括了什麼呢 很多時候人一聽到美容 就只想起美容師 其實美容很闊的 如果我們看香港資歷架構 它將美容可以分成狗類 我們除了有美容 有身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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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的 有身體的 另外有化妝 有指甲的 美甲 有美甲 有SPA 有養生美容 有身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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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培訓 就是自己有的 等等 所以其實 是適合很多類型的 同學 其實他只要對這個行業有興趣 他都可以來試一下 因為美容行業 也有自己的 Operation 運作 Marketing 其實他對這些方面有興趣 都可以加入我們美容行業 即是說你們本身的課程 就像你剛才所說 Angela 就是每一個範疇 都有不同的課程去培訓 學生也好 或者一些 什麼人都有 沒錯 我們專門比較多的 就是美容、化妝、美體 以及導師課程 最近就是高科技儀器的課程 比較受歡迎 我又想問 我也認識一些朋友 他本身也做了美容 譬如他們當一間美容院 他去買了一些高科技的儀器 他也有跟我說 他也有說 通常那些生產商 都會給一些很簡單的培訓 教他們怎樣用武器 相對你們 譬如說一間美容的學校 去提供一些 跟高科技有關的課程相比 會有什麼不同 有幾樣東西 第一 其實香港的資力架構 就著高科技儀器 已經分了種類 有不同的Citibus 即是說 我們會看到 學生除了操作之外 他很需要知道背後的理論 以及安全守則 以及什麼皮膚的人 應該怎樣去操作 這幾樣東西都很重要 我們說如果這些課程 我們叫做第四級 這些四級的課程 我們說要學生學到之後 不只是懂操作 他會懂得分析 懂得怎樣 怎樣把學生學到的東西 放在客人上 因為每個客人不同 沒錯 而且每個客人可能要接受不同的 例如Laser 對 程度 程度 對 有808 又1064 有不同的波長 我怎樣去幫客人決定我用哪個波長 倒數的大小 做多少次等等 這是很需要透過一些專業培訓 而我們學院的四級激光的課程 都已經通過了香港資歷架 批評了 還有我們有其他的 比如BHL 韓國的認證 也有TKUK的認證 變成我們學院的課程 這個國際過程 其實是受到英國、香港、韓國都認可的課程 不單止在香港可以成為一個專業的資格 你也知道現在有時候有些朋友可能會考慮在別的地方生活 你剛才說的那幾個地方其實都用得著 有了這個證書 有些考察 最近真的有些移民 有些學生特意來讀是想考一些國際的書 希望去到他的國家 他要去的地方都可以操作 可以做一個專業人士 有些生計 沒錯 畢竟這兩年多 接近三年 香港、世界各地受疫情影響 你剛才也說了 美容業的打擊、衝擊都很大 對於未來的發展 你自己怎樣看呢? 有些朋友可能都不知道任何好 會很忐忑 沒錯 這是一個現實 事實上在停業那一陣子 有很多我們的從業員 為了生計 離開了行業 去其他行業 做低一點 對 人工低一點都去了 就是要賺錢 當然 但到我們現在開發的時候 確實是影響了 譬如有些很卻步的 為進來美容行業 但其實我們現在看回我們美容 其實當我們的情況 我們會看到幾件事情 第一 其實美容行業跟疫情是完全無關的 因為之前我們疫情 即是初初開始的時候 政府開始 即是很緊張的時候 其實我作為美容業總會主席 我也有跟Samson BJL的主席 會長 怎麼不知道主席 一起我們都會去商討 一些行業裡面 應該遵守的一些抗疫的守則 還有一些不同的標準 當時我們都為我們的行業 首先 定立了很多不同的守則和標準 我們都照著這些內容 交給政府去看 而幫行業去爭取 是可以提早服業的 我們都成功 有初階期的停業的過程 我們都可以成功爭取 是比其他行業 可以率先早些去服業的 我們會看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其實現在慢慢 客人對我們有信心 所謂的信心就是 因為外界傳媒的影響 會不會很容易受感染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感染過 是零的 你找人家餐廳 沒錯 因為我們做的衛生標準 很嚴謹 沒有疫情之前 其實已經是戴了口罩 穿袍 用一些殖器 一向都戴口罩 一向都是 現在是因為疫情的原因 更加強了 更加強了 其實慢慢大家知道 還有現在 你會看到的情況 都不是這麼害怕的 我們只要努力做好我們的防護措施 其實是OK的 現在慢慢是多番人入行 我們都鼓勵 還有一些剛剛畢業的同學 他們開始都想升學的時候 想找一下其實我什麼行業 其實我也鼓勵 如果對美容有興趣 對扮靚有興趣 對自己扮靚也好 或者跟別人扮靚也好 可以進入這個行業去認識一下 還有這個行業 我們看到現在的機會很大 正正因為我剛才提到 有些從業元氣離開了這個行業 所以其實空間很大 我們這個行業 我聽到很多行家說 非常等人用 很搶手 開拒人才 沒錯 我們學校 有時都 因為本來我們和勞工處都合作 一個職業介紹所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美容 都打電話來 或者電話給我 有沒有學生介紹 要找人 未畢業的 我也想試 Angela 你覺得她OK的 我信得過你 你說她OK的 我也想試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學生 都有很多不熟 我們可以說就是不熟出路 沒錯 還有本來我們有個武公司 英格米爾有這麼多間分店 其實是很需要大量的 這些美容的專才 去加入我們這個集團 所以我很慶望大家 快點加入我們 新出了商場呼喚 今天謝謝Angel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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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私 謝謝 nt